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下大雪 我要出去跟朋友吃飯 本來就是下雪 然後很冷 厚厚的雪 真的很厚 剛剛應該穿雪濕的 現在要走去旁邊的公園玩雪 很兇 在做胸 脫掉不下來 要走 胸毀了 我覺得我本來有成功耶 還是鴨子的比較好做 因為它沒有眼睛 我手好痛喔 我們要吃咖啡廳 這一間在韓國天安寺可愛的咖啡廳 是那種比較少女的風格 不然我們有嫌疑 也就是這樣 不然我們要用的 再一顆 先去咖啡廳 一顆 再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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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食街的台灣牛肉麵 湯頭還不錯 是真的那種牛肉麵的湯頭 然後牛肉還蠻大魚的 就是在美食街的台灣牛肉麵 一碗大概200多台店 冬天都很快就天黑了 冰了 超冰欸 大草莓 超大顆的 現在要來吃 去超市買的 超大草莓 真的超大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大顆的草莓 而且感覺很好吃 應該很過癮 嗯 超甜 超甜的 有一種吃水蜜桃的感覺 因為水蜜桃一般都是這麼大顆 然後現在是草莓 是比水蜜桃小一點 但吃的就是很過癮 超好吃 所以如果之後大家有看到這麼大的草莓的話 也可以買來吃吃看 早安 今天因為外面天氣不是很好 所以就決定要帶在家裡做甜點跟做一些料理 今天就是要保持一個舒服的 在家舒服的狀態 準備早午餐 中午餐 小碟 到家住 到家住 一間 海鸡蛋 抱起泡 适量的香肠 鹹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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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鹅肉 鹹肉 鹹鹹肉 聽說一天吃一顆蕃茄皮膚會變好 但我不喜歡直接吃所以都拿來打鍋子 吐司加巧克力薑加蛋還有起司 雖然這個吃法聽起來很奇怪 但我覺得非常的好吃 因為就是有一種甜中帶鹹的感覺 開動 因為它吐司烤太久了所以就有點脆 要做一個千層蘋果蛋糕 這樣子蘋果一層一層的放到模具 去一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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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一層湯 吃不好吃 吃 吃 做東西 五 bul 五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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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花 綠果 三成粉糕 切成粉 蘋果 超多層的 所以它叫做千層蘋果蛋糕 每層都是蘋果 好多層 出來散步 因為待在家太久會覺得很悶 所以剛好家就是前面就是一條河 然後那邊有河邊的步道 所以我就來這裡走一走 再來要準備晚餐 要來做一個烤地瓜 先把地瓜蒸熟之後壓成泥 再加牛奶然後攪拌均勻 雞鍋是捲成地瓜的形狀 再加牛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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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用炸大鍋180度烤8分鐘就可以吃了 買韓國之後發現他們會把鮪魚罐頭直接跟飯放在一起吃 然後再加美乃滋 這樣子真的蠻好吃的 超簡單的晚餐 嗯 so sweet 這是很方便的冷凍食品 超級辣的雞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晚安